今天7月20日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5周年 每年的这个时间 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以集会游行的方式 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们站出来 抗议25年来 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呼吁解体中共 停止迫害法轮功 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 佛家身心修炼功法 包括五套功法动作 聚病健身效果神奇 1992年5月份 由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自长春传出以后 广受民众的欢迎 1999年前 中共公安部内部统计 法轮功学员人数达7000万 超过了当时的中共党员的人数 并且中国政府 军方 党员中很多人都修炼法轮功 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 出于妒忌和恐惧 在1999年7月20日 正式下令迫害法轮功 对其实施群体灭绝 据明慧网不完全的统计 1999年7月20日以来 已经确认5088位 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由于中共迫害和信息封锁 这个数字还只是冰山一角 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 25年来 法轮功学员在承受巨大的苦难 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着真相 帮助人们从谎言中清醒过来 特别是法轮功学员自发办的媒体 在讲真相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请看本台记者韩非的采访报道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许多法轮功学员放弃了高薪工作 行业坚持以真实报道唤醒世人 其实很多人可能会以为我们拿很多工资 但是真的没有 其实现在的工资的话 没有我之前在那个韩国公司的工资高 但是呢我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现在尤其是在中国 很多人是看不到真的新闻也好 就包括我有亲人在中国大陆 他就根本就不知道 他说没看到报道啊 因为当时已经是2019年了 在这个迫害持续了20年的时候 你看到明慧网上还在有 就是法轮功学员同修 被迫害致死这样的案例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场迫害持续的时间太长了 中共它是在迫害法轮功学员 但是对于普通的百姓和民众来说 他们是被中共的谎言迷惑的 那是一种另一种无形的迫害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媒体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就是越来越觉得 我做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有意义 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所以当时是想已经迫害这么久了 媒体是很缺人的 所以当时就有一种使命感 想要参加参与媒体 法轮功学员创办媒体的初衷是报道真相 维护新闻自由 人权和信仰自由 王天宇在高考前就已经决定了 要在媒体中做一名记者 我就觉得还是尽我自己小小的一份力量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真相赶紧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我们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 全心全意的去做 然后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和使命 25年来 法轮功学员以坚韧不屈的精神 克服巨大的磨难 用自己的心血支撑着传播真相的媒体平台 通过这些媒体平台 把中共迫害法轮功 迫害基督教 迫害藏族和新疆维吾尔族 特别是活摘器官的恶行揭露出来 让世界人民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下面是来自本台记者韩非的采访报道 参与媒体的宣言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年龄段 有的参与十几年 有的参与二十几年 他们齐心协力向世界传递真实的声音 我参加《希望之声》是2053年 但《希望之声》是2053年成立的 私人的联系务员是16岁的联系务员 已经有16岁了 私人的联系务员是很高的 脑制性的平台 是就是平台记者的 知识的 中国是文化的创造力 韩国和中国是很近的 以后也不过 共产党的媒体 公共产党会的社会 很多人、人類的確在中國的新新聞 可以接受到很多新新聞 我也感到這些媒體在社會上 就是反復的作用 同時呢也就真的感到 給那些生活在那樣中 人們能夠看到以前的時間 所以我每年都在自己身邊 我都在自己身邊 我沒有什麼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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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團隊 我們社群組联系列社群網站的表情 外媒新聞公開網上傳給 our新聞 保養地區的報導 我們希望說非常有福的 不光我們在媒體中做的 做了醜心、辛苦 同時我們在法蘭教學院 法蘭教學先作為破壞 但是印象很良好 我覺得很十分光明 日本的法蘭DAFA在台灣 其他人可以不會是反映的法蘭DAFA 除了法蘭DAFA在法蘭DAFA的法蘭 中国共产党的正面目を訪問 中国社会的变化を快速地伝承 我们要为这个媒体能够做 能够尽力地做 让中国人能够了解 真正了解中共的邪恶 能够了解 中共为什么要破壞反攻 这样一群 这样真正人的群体 韩国人的中国专业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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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25年来 海外的法轮功学员 通过持续向美国政府部门讲真相 终于拨开迷雾 得到了美国与各国政要的支持 6月25日下午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呼声表决的方式 全体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 这个法案要求 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 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为 并且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 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 制裁的方式包括 美国境内的财产冻结 禁止入境美国 经济以及刑期系列处罚等等 6月26日 美国国务院发布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其中58次提到了法轮功 详细记录了法轮功学员当前在中国 遭受到迫害的情况 今年的7月11日在华盛顿DC 由法轮功学员举行的 制止迫害法轮功的集会上 美国多位政要以及人权组织的代表 与会发表演说 请看本台记者的采访报道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is is personal to me that it is an honor to be here and I feel a duty and a responsibility to stand with and protect and fight on your behalf Let me express my deep admiration for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o us human rights defenders engaged in so many uphill struggles against tyranny and oppression you truly provide a formidable role model and it's an encouragement to us that despite all that you have endured and your fellow Falun Gong adherents that you have never given up and that gives us the courage and the example to continue fighting for others whose lives are at stake your persistence is paying off for 25 years the Falun Gong has been the proverbial canary in the coal mine warning those who would listen of the toxic dang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midst of great adversity it is a true honor and a privilege to be standing by your side Falun Gong sisters and brothers for the Falun Gong persecution was not a difference in degrees it has always been constant and again it is the persecution that you suffer that reveals the true nature of the regime Falun Gong in China must stop your resilience and tenacity are a true beacon of hope for all of us 25年來 法輪功學員的反迫害 也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讚許 請看來自本台記者斐珍的采訪 我覺得法輪功保固法案 基本上我稱之為持來的正義 我覺得法輪功信仰使得所有人 覺得堅持是對的 在眾多中國的人權問題之中 其實中國對法輪功的迫害 是一個時間最長 規模最大 涉及人口最多的一場 非常嚴重的人權侵犯 但是在國際社會對法輪功問題的關心 其實是相對比較低的 這20年的時間 法輪功人出來的主張 被誤會非常多 然後你所對抗的是一個流氓 是一個恐怖主義國家 這種叫慘絕人寰的這種迫害 經過這麼久 才被美國國會正視 我們覺得真的是有點晚 不過晚總比沒有來要好 法輪功在各方面的表現 在各國 因為我常遇到 知道那個努力的程度 是值得敬佩 所以我相信這樣的一個啟動之後 我想全世界許多的民主國家都會跟進的 美國已經把這個問題放在台面上 我想全世界對法輪功迫害問題 大家也不得不重視 我想今後可能會有很多國家都會跟進 那麼如果說有別的國家要跟進 比如說日本我聽說有議員在談這種可能性 那麼台灣也有立法委員在談這種可能性 這個世界我很慶幸還是願意聽真實的話 所以中共這種欺騙這種流氓手段 這種恐怖主義的手段逐漸被揭露 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 是每一位法輪功學員前行的動力 從1999年7月20日開始 25年來 法輪功學員從來沒有放棄過他們的信念 他們始終秉持善心 把真相告訴每一位有緣的人 他們看似平凡 卻感動無數人 這一切也許應驗了那句名言 當你真心渴望某件事情時 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完成 是的 今天法輪功學員的行為令天地動容 相信他們堅持的東西 總有一天會反過來擁抱他們 720反迫害 在人類歷史上 終會留下永恆的記憶 17今年 趕緊著